里面有这个东西 那么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城市部分 其实 为什么要刚刚会先讲 这个部分的资料怎么样去切 怎么样去组合 实际上的这些动作 基本上就是城市里面所做的 所做的动作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一下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他有个分区 然后分区找到这一区 比如说万华区好了 万华区之后的话我们逐一把 资料放在我们 总共有几区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底下 这边有一个就是 Current Regio 这个地方代表 总共台北市的旅馆总共有几区 那去怎么样取得里面的长度 可以从regio data里面.lex去找到 那这个lex就是上面 他会有个计算 那里面的话呢分别在怎么样 去促成他的名称 这个旅馆的名称 跟他的地址电话 那这些资料实际上 就是我们刚刚处理的嘛 就是说 我们刚刚在第2阶段里面 也是要组出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怎么 刚好可以把它 全部组出来 就底下动作 里面的话分别 我们从 每一区里面的资料去取得 总共 比如说万华区 他里面假设有31间 这个旅馆 这个旅馆 那里面的话呢 从这旅馆里面呢 再分别把里面的资料 通通都抓出来 抓出他的什么呢 他的名称 他的地址 还有联络电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不是有什么 也是一样 其实这个部分的公式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在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有做了 这一串 其实在issail里面的这一串 实际上就等同 这边做的这一串 这一串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一串 那只是说呢 底下 他有很多 到底有几区 比如说万华区有几间 他就跑一个回圈 把万华区的资料呢 通通都抓出来 并且存放在阵列里面 OK 接下来呢 因为在 在城市里面会有超连结 所以这底下 后面会组出超连结 那超连结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们来看 主要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 点击他这万华区的31间 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31间的资料抓进来之后 另外呢 除了把资料放上去之外 还要能够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超连结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类似的旁边有个箭头 那这个箭头呢 怎么样把它加进来呢 然后就是底下的这一 这一段城市嘛 就是在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宣告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 组置串 那里面的置串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而是